第一位我们的财经主任将汪杰明 杰明哥你好 大家好 对杰明哥听说求职过程 百发百中 大概没有失利过 话讲很大 待会儿要找我们一些PayPal 还有呢这位是面试过无数新鲜人 要找工作就要找他 我们的温人姐你好 大家好 对好这个温人姐找工作也是很有一套的 对不对 待会儿要跟我们分享经验 然后呢我们现场请到一位 就是我们的新鲜人代表 今年刚毕业 而且已经找到工作 不过你今天要来教我们说 到底一个新鲜人是什么样的心情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是李承展 承展你好 你这样是 大家好 害羞 好我们先来看看 那么其实现在要找工作 并不是那么样的容易啦 跟这个当初 过去我们这个经济正在起飞的时候 差很多了啦 我们来看很多人说 这个毕业等于失业 台湾的青年失业率 居然高达13.6% 整体失业率三倍 而且呢在一到三月 高学历的失业率有5.2% 让大家觉得看这数字有这么惨吗 杰明哥我们真的数字 有这么差吗 是的 其实我们恶化的状况是从金融 这次的金融海啸之后 金融海啸之前还好 就这次金融海啸完之后呢 其实台湾尤其年轻人就业 突然之间恶化 对 当然主要原因是从2004年以后 其实台湾的大学变得 突然之间就是什么都是大学 对 正好碰到就是2008年 这些大学生开始 你还记得之前有三分 就好像大学那个年代 对呀很瞎 今天供给大幅的增加 那这个增加幅度让市场觉得 本来应该是高中或者是专科 应该找的工作 全是大学生 对 但是因为大学生所学的 他是学学术的 对 他不是学技术的 所以这个情况下变成是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刚刚这么高失业率 对不对 对 可是以银行业 只光法务部门 全台湾缺工人数高达1300个人 所以就是要找工作人很难找 但是要找人的也很难找 真的很夸张 1300个人 只光一个法务部门就缺工 所以这个落差非常的剧烈 所以他们是问题在哪 这个文人姐 他们是找不到适合的人是不是 对 其实企业同样的也找不到人 像我最近一个朋友 他就是他找化妆品专柜小姐 他是开化妆品公司 而且那些化妆品专柜 也都是在蛮不错的百货公司 他起薪就给三万五地薪 可是他跟我抱怨 就是说他找不到人 因为现在年轻人 不太愿意去做 这种比如说坐在柜姐 然后可能时间比较长 他们就会觉得有点怕怕的 不想要 所以我觉得青年人 失业率这么高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现在大学毕业生非常多 那普遍的企业会认为说 你有那个文凭 不等于你拥有那样子的能力 所以虽然说我们觉得说 都是高学历的人 可是其实企业他在用他们的时候 还是觉得很害怕 第二个就是青年人这一端 其实青年人你问他说 你想要找哪一类的工作 他们多半答案也是茫然的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想要去什么样的工作 因为他们的information 可能是来自于他们的家长 可能是来自于兄姐 可能是来自于学长 学姐好了 那可是他们并没有太去了解 现在社会上到底有哪些职缺 所以他们了解职缺可能 非常的有限 那25%的大学毕业生 都去找行政总务 秘书类的工作 对因为这些就是他们觉得 耳熟能详 认为进入门槛低的工作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说 只有2%以下的工作 是属于行政总务 秘书类的工作 其实还有绝大部分 是其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职缺 所以就是说在求工笔上 他们去主工的一些工作 他们只是觉得说 这进入门槛低 殊不知那是竞争者最多的工作 所以其实他们的挫折感也很深 第三个可能就是 他在求职面试上是没有技巧的 他们在面试的过程中 可能会答非所问 或者是企业雇主想问他们什么问题 他们无意之间曝露了很大的缺点 然后第四个 这就是重点了对不对 对对对 第四个原因就是现在企业 所能提供的条件的落差 像我刚刚讲的 它是属于一个业务值的工作 工时比较长 薪水底薪一开始就蛮高的 可是却反而问津 但是其他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比较文书性 事务性的工作 现在大家都是22K到25K 这样算是一般的行情 对不对 可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可能他的期待还是超出这个行情 所以这种条件的落差 也让求职端跟征裁端没有办法对应起来 对所以其实问题很多对不对 但是反正我现在要毕业 我就是要赶快找一份工作 这就是重点 所以今天我们才把成长请来现场 那么他现在要帮我们示范一段 我们这文人姐刚刚提了 他面试过很多很多的社会新鲜人 他可以揪出告诉大家 你在这个面试的时候 你有一些这个重点是要注意的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魔女剂情 不过我要先讲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的成长要找工作了 他毕业了 他要来应征的是一份行销企划的工作 那如果要应征行销企划 我们的文人姐会问他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来说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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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谢谢大家